好 大家好 我們是三劍克 守護世界的和平 就交給我們了 想成為真正的劍客 沒這麼簡單的 今天就我來幫你們上一課 看看你們是不是有成為劍客的資質 哈囉大家好 我是靳雲 一名專項擊劍選手 劍林九年 曾獲得全國中等個人冠軍 亞洲U23 金劍錦標賽 團體銅牌 全國運動會個人技軍 全國運動會團體金牌 哦 真本版女劍客出現了 今天就是要請靳雲 帶我們大家認識一下 什麼是西洋劍 然後他到底要如何進攻防守 最重要的是得分嘛 對 但是我看我們這個劍啊 我們西洋劍法好像都不太一樣 我們極劍有分三種劍種 那這一把呢叫做軍刀 他是用砍的 然後這把是鈍劍 是用刺的 然後這把是銳劍 他也是用刺的 可以用砍的喔 因為我們看比賽啊 都是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去戳對方 他是可以用砍 是怎麼樣砍 是可以 我如果今天要打波波 是 我可以直接去砍他的腳這樣子 用砍的話是我們軍刀 那我們軍刀有分攻擊拳 就是誰先發動攻擊 還有分有效部位 打到的得分點 只有在上半身 所以如果你今天打到他的腳 是沒有得分的 對 所以是沒有意義的 對沒有意義 你不要一直講說我下半身好不好 那今天呢 就是要來跟靖雲 來討教一下這個軍刀 他的專項 然後今天等一下呢 我們會先聽一下規則 然後聽一下看看要怎麼進攻 怎麼樣防守 怎麼樣得分之後呢 我們會每個人來輪流 跟靖雲一人 站一回合 那我們先從最基本的 極劍的基本站姿 站姿嘛 對 一切的基本就是先從 站姿步伐開始 那我們站姿呢 是先站L型 這樣子 連在一起 這個腳在前面 這樣 對 然後往前 對 然後稍微再小步一點點 然後膝蓋對著你的腳尖往下蹲 這時候重心會在中間 然後把我們的膝蓋打開 膝蓋不可以往內側這樣 然後身體呢是正的 欸對 膝蓋往外 然後手呢 這邊握一個拳頭的位置 然後彎 對然後這邊是水平的 然後抬頭看前面 對這就是我們的極劍的基本站姿 叫做安槓 然後我們先練習一下前一 手往前伸直 腳尖抬起來 對 然後往前踩 然後下去的時候 後腳推 兩個一起下 推 欸對 你速度蠻快的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連續的 我們來走這個 那個旅板 伸 然後走一步 喔 先伸 再走 對 肌鍵的比賽一定是手先走 如果你腳再走 手沒有攻擊 那一樣會比較吃虧 哇 欸你知道嗎 跟我打拳是相反 真的嗎 那一隻手是 右手 慣用手在後面打 丟直拳 然後 這裡 左腳在前 打刺拳 可是 極劍變成這樣子 因為我很習慣用右腳推 很習慣用右腳推 但現在變成要用左腳 而且打拳是 腳先走 手 再出 嗯 極劍剛好先走 因為我們有拿武器 所以就是 啪直接攻擊 然後手最快 你先砍到別人 就會成合分 所以手一定要扶腳快 1 2 好 手回 好再來 1 2 好首先走 好 刺出去之後腳腳往前走 走 來要蹲低喔 重心不可以起 欸對 欸對 好走 1 2 好 回 走 1 2 這個安嘎容易變成這樣 太小 盡量讓它 空間都是一樣大 先走起來 等一下就是這樣子拿 然後用這兩隻手指頭去控制鍵鍵 下面三隻是扶住 然後拿起來就會變這樣 這兩隻去控制鍵鍵 三隻手指頭放鬆 放鬆這樣子拿 哇 它不是握住的耶 不是喔 你握住 所以它很吃指力耶 握住的話你就是整把鍵去砍 很僵硬 速度不快 如果你是手指頭去 你要轉鍵鍵其實很快 輕放 輕放而已 所以主要是我感覺 這邊大拇指跟獅子是比較用力的 對 你要去轉它鍵鍵 然後打不同氛圍 等一下呢 鍵鍵先走 收持頭控制 然後搭 把頭這樣 好你慢慢走 收持頭控制喔 往下 好手要伸直喔 手要伸直 到這邊的時候停一下 對 打 停 好像這樣的話距離就有點短 你手要打直 欸對 這個位置囉 先把他衝進去 這樣會比較長一點 把它全程做完 好 打 好 最後兩個 一 最後一個 二 GO 好 再來 最後一個 好 好這就是我們三四五分位 對 三分位四分位五分位 頭 右邊跟左邊 對那我們現在交一個前進的 加手 我做一次 我先做一次給你看 打五分位 打頭前進 回來 然後打三分位 回來 這邊 回來 三個分位喔 好現在打頭 然後往前走一步 手先走 GO 走 好停 然後手再回去 好打這邊喔 來GO 手沒有先走喔 手先走再一次 手先走 對 要打到 再一次後這邊 來打 走 好 好看這邊 GO GO 漂亮 再一次後這裡喔 GO 手不要掉下去 我打直 打頭 好 其實慢吶 那個 腦子跟動作是 沒辦法連結的 你腦子這樣想 只是你動作 為什麼說 因為這是關係 對 對 對不對 手要先走 其實有點犯 重點都是腳先走 腳先走 推的動作 欸對 好 再來 後腳不動喔 主推了由前腳動 跨出去 欸很好 這樣我們再加一個 後腳要往前推蹬 這個動作 好 我們先找腳尖勾 手先走 手先走 好踢 然後後腳推一點點 加後腳推 GO 走 欸 後腳要打直 是不是你看 他做完會越多 蹲低喔 蹲越低 你踢得越多 欸很好 欸很好 這是常識的 五分位 這邊是山側位 四分位 前一 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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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識 要步 要步前一 再踢 另一個 飛盤 欸 很震撼欸 壓力很大欸 壓力很大欸 我眼睛會眨欸 就是 我會嚇一跳 對 三分位撥檔 四分位撥檔 五分位撥檔 剛剛是撥檔 剛剛是撥檔 那現在我們要加撥檔回機 三分位撥檔 四分位撥檔 五分位撥檔 好 表面穿外套一樣 欸 穿這樣還蠻帥的欸 有沒有感覺 加褲子會更帥 全白 然後再來是 墊衣 墊衣 墊衣它表面都是同件 所以它會同點 但不會被墊到 你這樣我就 左手 欸 右手握著 然後一樣 右腳先跨過去 下一個 然後右手握著線 然後右手握著線 穿到袖子邊 你很像要去燈月 燈月 燈...絲壯欸 沒有穿這一件還比較帥一點 阿姆絲壯 又絲又壯 然後再來是同件 為什麼它穿起來很好看 然後你好像要去修水店 哪有 你真的很像要去修水店的 你看它 它拿一個插頭 走來走去 欸 那個比較蠻帥的啊 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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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燈沒有亮 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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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樣敬禮了吧 可以可以 這樣有禮貌 有挑釁的意味 起來 嗯 怎麼一開始 敬禮發燥一段一點 是代表人發燥 帶不上去 那比較難在一點 我覺得很可愛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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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蕾 阿蕾 可以暫停嗎 可以暫停嗎 等一下 現在時間才多少 三秒鐘 然後目前靜雲已經得了三分了 我想問一下學長 剛剛那三個得分 可以先大概介紹一下嗎 因為有進攻拳 一開始的時候進攻拳在靜雲身上 因為他比較快往前 攻擊的比較快 他們兩個打開一起的時候攻擊拳在靜雲身上 所以就是 TAC是攻擊嘛 攻擊、刺刀、得分 誰先攻擊 所以前面兩件都是靜雲攻擊 那第三件啊 波波做攻擊的動作 就是敲劍、回擊 敲劍跟波波檔一樣 就是破壞他的劍之後再回擊 那他就沒有攻擊拳了 那攻擊拳就回到靜雲身上 波波檔回擊得分 攻擊拳 然後換波波攻擊 刺刀得分 攻擊刺刀得分 攻擊刺刀得分 攻擊 攻擊刺刀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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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擊拳 攻擊力 sei Making 來,來,來 來,來 來,來,來 好 靜雲有讓你進攻喔 阿芬 好累 等一下 來,阿咧 來,來,來 好,行 結束 哇 敬禮 敬禮握手 10比1 10比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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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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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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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1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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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2 1 2 1 1 2 1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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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2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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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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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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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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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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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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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比賽結束 泰 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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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師竟然得了5分 牠們都自己得分耶 都是防守環節 防守比較強 防守比較強 所以它是有撥到 就是進攻的時候 它是有把破壞對手的箭 然後敲到他的箭 或者撥到他的箭 再回擊 就算得分 什麼感想啊 其實蠻有趣的欸 但是有點 沒有辦法看得很清楚 就是對方的動作 就想說要先擋住他的攻擊 那一張會看不清楚 就是因為動作太快了 所以沒辦法很清楚看到說 他想要往哪邊擋上 我現在在跟學長二補一下 就知道我有多想要 贏他們兩個 那相反的 不行你要讓他0分 不要隨便就毀掉 或是不要讓他碰到你的肩 對 這個選手很認真 有一點緊張 有一點緊張 有一點 尷尬 他完全不成為奇惠 他完全不成為奇惠 他很生氣喔 阿蕾 同時 阿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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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擊沒有 反攻得分 阿蕾 阿蕾 攻擊他 阿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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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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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蕾 阿蕾 回空 進行攻擊得分 阿蕾 拉扯 阿蕾 拉扯就不用死嗎 快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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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雲攻擊得分 碰到手套那邊也算 手腕那邊也算 謝謝 阿勒 幹掉他啦 幹掉他 水啦 阿勒 你沒機會囉 結束 阿時間到了 你知道你就一直防守 我跟你講 你只能往前 你沒有攻擊怎麼會得分 我要防守反擊阿 你沒看到我防走完 有要攻擊嗎 沒有 我只看到你一直在放鬆 但是他退很快 對 有他有好幾個都把你 你在第一人稱是小看 他有好幾個都退掉了 我已經 他退超快了 對啊 我只會回空而已 他對 他就是想要虐你 我有感覺到 因為他跟我們沒有那麼分身 等一下 有一件事情 雖然我0分 但是他只得我們 對 然後你要手 手比較落敗 我太急著想要攻擊了 因為我其實可以一直往前 對 你可以憋著 一直打把我逼到後退 我就是沒憋住 沒有憋住 太快了 再給我15秒吧 因為進攻攻擊是可以一直往前 對 你只要不揮空不挺盾 你可以一直打到攻擊一直往前 他就一定要把手 他就只能退 對 他只能去想辦法撥你的箭 他才可以得分 你覺得15秒會得分嗎 我希望至少1分 好 好 我是覺得 機率上 H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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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擠什麼 HANKA hasta H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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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擊得分 H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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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滷囉 滷囉 A 停 停 時間到 他要往前比較多了 對 我有改 但是我掌握不好往前 我覺得有點曖昧的 就是模糊的點 我好像已經 有動了對不對 進攻了 然後你又怕有沒有 就是我好像已經揮下去了 但是我又在 往前 對 你一揮空下來之後 如果對手反擊的話 那就是對手得分 要進攻 要進攻 你還是輸啦 哇 真的非常感謝 我們的學長跟靖宇呢 今天帶給我們一個 這麼棒的體驗 就我發現 因為我其實自己 在Youtube上面看 就是相見比賽 我感覺 因為其實看不懂 就會 就覺得 有沒有那麼有趣 對 就覺得沒有那麼有趣 因為你看不懂 但是今天下來之後 你真的 把規則 理解之後 自己下來玩 我真的覺得超級好 就也希望就是大家 看完 這一集呢 也可以知道 喔 西洋劍 他是在打什麼 為什麼他進攻節奏那麼快 然後為什麼 欸 打一下就暫停 誰得分了 大家搞清楚 看得懂之後 就會覺得 哇 這個項目非常有趣 那這邊想問一下 靖民 跟學長 我們三位在這個 劍道場上 的表現 有沒有什麼地方 可以在指點指點 或是覺得 欸 我們三個人的風格 是不是很不一樣 對 那 蓋儀是比較 心理戰的 還有前後去做移動 然後猜想 設想對手在幹嘛 對 他會去思考 然後他就會比較 波檔 他是波檔型的 他有時候我劍過來 他會波檔環擊 波檔環擊 其實擋得還蠻好的 然後這個波波就是 進攻型的 只會往前的 就是往前就對了 沒錯 對 啊剛開始打幾艦 要有這種 這種那種 比較好的 比較衝勁 對 要進攻 就是剛開始 他那樣是最好的 對 然後到後期 你要像他一樣 就細膩 去思考這手要做什麼 然後再學波檔的技巧 我們三個 夾在一起 完美 對不對 沒錯 欸 想問一下兩位 就是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 西洋艦 我覺得蠻適合 推廣出來 讓可能小朋友 就開始學 因為我覺得他對於 反應力 真的是 蠻不錯的 因為時間很 速度很快 所以你可以思考 時間很短 那在 我們在面對 對手的攻擊 或者面對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能 在短時間之內 可能有些人會選擇逃避 或是選擇不知所措 那像剛剛 蓋伊在對打的時候 他就是比較 沉著 他可以比較有耐心去思考 我們去面對 一樣這件事情我們在進行中 可是 我可以去 冷靜的思考 欸我下一個我要做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 手引協調 剛剛在練習的時候 是不是都覺得 我知道要怎麼做 可是 還練不在一起 對 對 好 那今天呢 真的非常感謝 我們靜雲跟學長 如果大家想認識西洋劍 或是想認識他們兩位多一點呢 他們IG都會放在這邊 最後最後也要非常非常感謝 撼動極劍俱樂部 借給我們一個這麼棒的場地 然後這麼棒的器具 來讓我們練習 來讓我們認識西洋劍 真的好好玩 我改天 可不可以跟你來一場 可以可以 改天再找你們玩一下西洋劍 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的人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我是建源蓋伊 波波要師 靜雲 阿亮 阿亮學長 阿亮教練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